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这个时间台湾的疫情 会逐日的攀升 但是我们要祷告 神必会保护我们台湾 所以 聆听这个新眼光的读者们 也求上帝保守大家身体都能够健康顺利 今天我们进度是进入到旧约圣经的撒加利亚书的 第九章我要从第1节读到第8节 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 哈德拉 第大马四格 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 和靠近的哈马并泰尔西顿 因为这二层的人大有智慧 泰尔为自己修足保障 积蓄引子如成沙 堆起津津如街上的泥土 主必赶出他 打败他海上的权力 他必被火烧灭 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 加萨看见甚痛苦 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 加萨并不再有君王 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 私生子 必住在亚斯图 我必除灭菲利斯人的骄傲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 和牙齿内可争之物 他必作为余圣的人归于我们的上帝 必在犹大向主掌 以格伦人 必如也不是人 我必在 我家的视为安营 使敌君不得任意往来 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 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 这段经文 我们稍微要 在解释之前做一个 说明 撒加利亚 先知书 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1章到第8章 第8章 差不多是前半段 比较是在讲到有关于 犹大人从这个被掳之地 回到那个耶路撒冷 重建圣城 的信息 上帝给予 百姓的盼望 所以在这个起点当中 除了撒加利亚 还有另外一个小先知 叫哈盖 他们 给予的话语 带给犹大人信心 跟盼望 撒加利亚书的第9章 以后 就很不一样了 这个里面的内容 跟他编辑的手法 跟前面的1到8章 就非常不同 重点都讲到审判 讲到耶和华的日志 所以我们从第9章 就可以看见神 他就审判这些的 国家 包括泰尔西顿 哈德拉 或者是大马士革 亚斯基尔 加萨以格伦 为什么会提到这些的 这个小的国家 或者是这些 城市呢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些人 这些城市 这些国家 他们都分别在 不同的时间 侵略 或者是 这个 灵略了 这个 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 那么上帝要出现他的公义的审判 要将他们赶出去 神要做他的子民 我们在第1节当中 上帝要惩罚的是包括哈德拉 大马士革 我们 很难知道现在的 这个哈德拉 是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但是因为他跟大马士革 两个提在一起 大马士革又是 叙利亚过去的首都 可以讲这个就是单纯指的叙利亚 确实如此 叙利亚 这个肆虐 这个北国南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信息主要是在讲说 不只是以色列是属于上帝的 其实 所有的世界上的国家都是属于上帝 只不过我们在经文上看见是 上帝跟他的选民的关系 都特别的密切 那么上帝也要管理其他的国家 上帝审判以色列人 同样他也审判 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再重复讲到 泰尔这个城市 它曾经是一个非常 富裕的一个城市 而且军事力量非常的强 里面的人很聪明 以西结书曾经有 夸赞说他们很聪明 财库 保库累积非常多的经营 可见 他们会以这个 财富作为骄傲 那么第四节又看到说 上帝的审判来临 会把这些人看为贵重的东西都夺走了 人认为 坚强如铜 强铁壁一般的安全的堡垒 也被摧毁了 换句话讲 私人所看重的 安全的 在上帝的眼中什么都不是 我们看重的金银财宝 在神的眼中 都像垃圾一样 被丢入大海 人看为坚固的城墙 很快就被摧毁了 确实如此 泰尔有很坚强的 国防的设施 在祖前第八世纪的时候 亚述帝国曾经用他很长的时间要攻打 没有办法 连巴比伦帝国要攻打也是很困难 直到祖前第四季的时候 亚历山大七个月就把他给 占领了 那么到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 有讲到亚斯基伦跟加萨以格伦 这几个城市也是如此 他们也都是给以色列非常 为难的地方相当相当的多 泰尔西顿到最后呢 也被希腊帝国给摧毁掉了 我们在第六节特别讲到 混杂的种族这句话 就是指说这些国相继的 灭亡之后 他们的居民城市就混合了 一混合的时候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 这个 像 创世纪第十一章所记载 巴别塔的事件一样 他们的语言呢 因为分离的关系就没有办法 同心合一 所以呢 这五个城市都是谁住的呢 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一直以来都是 与这个以色列为敌的 现在上帝惩罚之下呢 他们不再有办法联合了 而且他们的国 城市都变成多族的人居住的地方 听不懂他们所讲的话 这很特别 那么第七节很特别 就是说 上帝要把这些原本不属于他的子民 纳入到他们的子民去 首先呢 要先洁净他们 这个洁净的行为呢 是做什么呢 第七节很有意思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 和牙齿可争之物 然后呢 他必作为余圣的人 归于我们的上帝 必在犹大像族长一样 以格伦人必如耶布什人 以格伦曾经是欺负犹太人 现在变成耶布什人是犹太人的支派之一 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开始改变 归入到上帝的名下 那么既然归入到上帝的名下 就有个动作 你们要先从隐私改变 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遵照立位记的记者 都不可以吃 要成为上帝的子民 所以 活出圣洁生活 成为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个指标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耶布什人 刚刚 这个 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是如此 耶布什人是曾经在这个 耶路撒冷城居住的 被大卫王攻打下来的时候 这个 大卫就把耶布什人全部同化 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部分 同样的道理 以格伦人也是要 如此的对待 一起在上帝的统治之下 成为圣洁的族群 都会以上帝为中心的子民 那么这个 这个记号是指的比较 后来的时代 撒加利亚已经预言说 将来耶路撒冷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因为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 这个耶路撒冷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是上帝赐福的地方 再也没有人敢来任意的去 欺负 侵犯 没有暴力的统治者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不允许人欺压了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在记载的 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 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了解 神爱这个世人 祂照顾祂自己的百姓的方式 不是只有基督徒 甚至包括非基督徒也是照顾的 神要我们去改变一个人 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内心生命的 要极大的改变 从外边 我们有时候有两个方式进行 一个从习惯的改变 一个从内心的改变 一起归向上帝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